主席 例如 在原本的職級中間 加插一些中間的職級 本人就收到很多投訴 指到本地的僱員 在獲晉升之後 就被放置在一個飾櫃裏面 而以上的向上流動 只是做樣給政府 另外一個重要問題 大部份的僱員 都對退休是非常憂慮的 一例大部份人 已經是上了年紀 二例就是 博企對於公職金制度的 百分之五的供款 是不足以維持他退休後的生活 因此賭場的員工 希望政府可以在未來續約的條件 要求博企 將供款率 上調到百分之十四的 就等於政府 在公職金制度 為公共行政人員 所作的供款率 事實上 賭場的員工 在做這個供妝行的時候 他是為那個刑事站 有這個刑事站的效力 是視為一個公共行政人員 工作人員 博企的員工希望政府 在2016年的1月1日 在賭場全面禁煙 以維護他們的健康 在等到賭場全面禁煙期間 政府應該加強和完善監督 尤其是針對最經常出現違法的貴賓廳 通常都會被事前通水 因而令到監督工作 是套路無功的 而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現實 而一些賭客 甚至會 棄籠 正在在做事的莊河 他們為了不受拘束 去吃煙 他們會把一些 一萬元的籌碼 放在賭桌上 作為扣除每次吃煙的 四百元罰款 這個遲早不遵守的情況 博企和政府 其實對它是視著無睹的 很多年 我們一直都呼籲 要求向賭場的員工 提供輪班和夜班工作張貼 但是 那些員工不但沒有收到 上述的張貼 甚至是 連客人給的消費都被人搶了 政府承諾會 要去對勞工法做修訂 遵守《基本法》二十五條 規定的平等對待原則 同樣政府也有義務 進行調查 以知道這個消費的去向 並應要去博企要求 將消費分級給員工 否則 國企的行為就屬於一個不當得利 幾乎每一天都有一些人 藉著旅遊的簽證 在路坦城賺食 或者是對這個賭下 做搶劫或者詐騙 對於這個情況 政府應該加強 對它盡查 因為這些人被人抓到 很多時候都被扣了幾多小時 以為我們不知道 哪一個法律法規 去扣他們 在他們重獲自由之後 又會重操故業 因此政府應該解決這些 會有影響澳門 特區 本地區域 甚至是國際形象的情況 最後勞工事務局應該 積極地提醒一些博企 去注意他們員工的輪監 輪值表 因為是一個非人道方式去訂定 而且這個輪值的工作 存在很多不法的情況 例如 這個強制性假期 不會按這個勞動法去補償 甚至是任意更改 這個勞工的休息日 令員工不可以受惠於強制性假期 多謝